好了,下一套,應該沒有給人看,但我覺得是超推介 今季不推介的套,真的沒有推介 嘩,這麼嚴重?還是很冷門? 比下雨那套好呢? 下雨那套,感覺上又好像K-ON的古風版 但這套真是有意思的,我覺得看影片真是學到東西的 超逆版一手 其實看上去很有古風,通常會不會是女性向多一點呢? 看這些劇集 怎麼說呢?很簡單,其實這套有定義樣的 狀言,看成月動畫錄的樣子 每一集拿一百人一手去,他剛才說明了 看完政家,他說明了 百人一手,一百首和歌入面 大概佔了很多部份都是情歌 而這個故事大概拿回情歌 每一集拿一兩句出來,說回當時的作者 遲到背景,生平,這首歌的意思 每一集這樣做的就是 嗯,其實看上去也挺有教育意義的 對,但問題又來了 因為每一首,你知道日本人 社會會前身為的開放派 每一首情歌的背後 當然會有多跪離曖昧的風光 會照出來,完傳出來 哦,就是做這些東西出來,給人看的 當然,這些只是走進一些色情色色的 當然是常常配菜的 但主要是說回,作者好像第一集那樣 我覺得很精彩 因為第一集那首首首歌就是 CHAYABURU 就是大概前幾季,《花開情緣》裏面的女主角 那副派就是 嗯 即是講法,CHABURU這首和歌怎麼來 即是講了一個,那個弟弟,不要記得那個名字 就是中立賢和太后類似太后的階層他們的戀愛 哦,那其實我想問,他會不會 即是他不是做到很老套 即是整個老套 很新鮮 他畫風很新鮮 他畫風很新鮮 就是用一些比較粗善條去畫 即是比較實,但又很靈活的 還有一些對白是很正的 即是,為什麼呢? 有些明明古風畫面,有些很彈彈,跳起頭 還有樹起的會嚇到,真是 不,因為以前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大家有讀開日文會知道 因為以前的日文和現在使用的日文 其實是有少少分別的 古風的日文講的東西,現在很多時候 即是你看日本的電視劇,古時的電視劇 他會用一些字有些不同 我想問他的字會不會有些分別 跟現在講 沒有,因為有些人做的事都很潮化 即是例如第二集很棒的 第二集講的就是 應該不太熟悉 類似是太子的人 還在調戲了一位功女的部份 親戚的女孩子應該是 拿一些蛇、光、蛇、光、回家 其實動作比較接近現在的小孩 原理不覺是古風 真的都算遊合到古金兩種文化 本身我對和歌不熟,當然你可能覺得很皮毛,但我覺得推介這套 但我想問,中間有沒有歌唱片段那些舞? 和歌不能唱的,和歌真的寫下來,可以暗中,類似中國的詩 我另外,他有沒有Opening Ending那些歌曲? 有,有Opening Ending 那種他會給你這個感覺,會不會帶回古風的東西? 有少許潮流 潮流走回這點,反而不是很難說的風格,YouTube可以看回 那我真的要看回,因為這金季來說,有營養的真的不多 這套有營養的,真的 可能這套是殺出來的黑馬 有時候有些情歌,歌柳哥其實是很屈的 他曾歌手很屈的故事,其實有感人過真的有 這樣嗎?如果是這套,可能是酒樓眼 相對來說,這套的宣傳真的不多 不知道怎麼搞的 不知道 最糟糕就是和歌,其實真的 說回,因為Chiaburu期過,我們沒有做過中集編的 我就想說一下小小的 Chiaburu他雖然有做過動畫版,但其實他不算賣得 雖然你說銀魂,當然銀魂很多學圍棋 Chiaburu之後都有人學和歌,但問題是 每一年有50個比賽,即是全國比賽 即是全國比賽,50人變了100人 所以好像翻了一倍,但其實真的很好笑 因為和歌,他又半價太高,高的圍棋有很多倍 要背數一百首對反應,其實沒有很多人做得到 即是好像Saki這個阿芝賀編,可能有些人學完後 就學打麻將 很超能力的 我都不學得出人力的 當然是你培養法,當日文的古代人的情操 可能暗中愛情的風格是不錯的 即是可以期待期待一下 我推介這套,真的很棒 即是擺明黑馬 暫時來說,就這麼多 下一套